大家好 爱吃予的小猫俊阳的家经面了 我磕的CP是真的 新发现刚刚重看演唱会 原来这首歌是真的写给润娥的 歌词出现one time 我俩的one time 就出现了黄心 中间就是黄色的 还有整个演唱会背景都像是水底 会不会设定是泳池呢 演唱会开始的时候 由水底沙漏倒数 然后开始的 俊阳和润娥都很喜欢吃蛋挞哦 想起了某次粉丝应援的 类似麻花的点心 是不是团队人员拿了足粉的料 歌专门又自己去取了两个蛋挞的 两个人还都喜欢吃薯条 喝西瓜汁 两个人都是小吃货 润娥最新的机场路透 这挂件可是大尾巴狐狸挂件哦 又是看演唱会 又是延迟FM行程 偷偷出现在机场 连粉丝都不知道行程 这难道是要准备给君浩过生日吗 不知道君浩生日 润娥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们呢 李俊浩是近一年来人际大涨的男演员 过去曾出演过 金科掌 指示笑爱的关系等高口碑作品 2021年末 更凭着《衣袖红香边》爆红 还夺下今年58百想师弟 成为首位偶像出身的师弟 演技备受肯定 让李俊浩正式跃升为一线男星 戏约广告代言不断 也在许多剧迷心中 晋升为最爱男神 李福克斯的魅力真的是无法挡 不少观众都惊艳 原来君浩的演技这么好 也让君浩刷新过去表现平平的形象 君浩在《衣袖红香边》中 不仅展现咬字清晰的史剧墙 也演出了多场甘人力超强的枯戏 从头到脚都完美演活 世孙时期的李蒜 深情帝王形象让君浩圈粉无数 更是许多网友认可君浩的演技实力 作为一部历史剧 讲述了宫女德任和朝鲜帝22代王 即正组间的宫中罗曼史 演员李俊浩和李世荣 分别饰演李蒜和德任 展现出令人哀叹心动的配合 特别是在国家和爱情之间摇摆的李蒜的样子 令人感叹李俊浩的演技不一般 而俊浩也平衣袖红香边 在今年58百想上打败李正仔 金南极等演技派夺下师弟 成为首位偶像出身的师弟 让大批粉丝都看得感动不已 也更加期待俊浩未来的新面貌 俊浩擅长唱歌舞蹈等所有方面 他在2013年出演电影《监视者们》时 动员700度文观众成功出演 俊浩虽然是第一次演戏 但是展现了稳定的演技 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之后出演了多种动画的电影 在《电影20岁》中首次担任主演 巩固了作为演员的地位 作为偶像兼演员展现出纵横驰骋的活跃 我们选择了一些他刻画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监视者们》是李俊浩正式开始演技的出道作品 也是他在《大一梦》上的出道作 该电影为犯罪题材 讲述了警察内部特殊组织监视班的故事 他们专门监视犯罪案件 即以犯罪案件为中心的犯人们 李俊浩饰演擅长瞬间处事哲学的老妖 松鼠 非常有才智 是个甘草般的角色 虽然只是简单的演出 但给观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即使是出道作品 还是展现出了稳定的演技 被电影的主演薛景球和韩孝舟选为值得关注的后备 该电影动员了550万观众 创下了当年票房第10名的记录 成功在《大一梦》出道后 李俊浩瞬间从配角上升到主角的位置 这时出演的作品就是极限职业 李炳宪导演的商业电影出道作《二十》 电影《二十》是一部喜剧电影 讲述了三个20岁同龄男子的故事 李俊浩在电影《二十》中饰演金东宇一角 是一名为了实现漫画家的梦想 做着各种各样的兼职 准备考试的复读生 这是李俊浩生平第一次挑战正统喜剧演技 电影中的人物由于家庭条件困难 有着出色的生活能力和现实触感 表现出20岁年轻人现实性的面貌 给喜剧增添了适当的沉重感和共鸣 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205年他和李炳宪经高营合作出演了《侠女导致记忆》 有监视者们的演技水平做保证 这次李俊浩出演的是男二 比武胜出后的一气风发 和一众人同睡一张床时的不知所措 为了保全主人 宁可放弃心爱之人时的不舍与痛心 他带给观众们一位热血有中心的年轻剑客 在《侠女导致记忆二》中 饰演武师律之后 李俊浩凭借妓房少爷回归 《寄房少爷》是他入伍前拍摄的最后一部作品 是一部以男鸡生为题材的喜剧电影 李俊浩为了挽救和自己家一样的妓院 严峰格成为了诱惑朝鲜市大夫女人的 朝鲜第一个男鸡生许瑟 该人物似乎是将他此前作品中 展现的角色融合在了一起 可以感受到李俊浩丰富的魅力 只不过电影在完成度 逻辑性层面受到了指责评论 给李俊浩的作品履历留下遗憾 作为歌手演员到路上奔跑的他 入伍后似乎有了空白气 但在入伍期间 我们家的话题成为了逆袭的主人公 因我们家郡浩综合征而获得认可 托PM所有成员在福文兵役的2021年 时隔五年已完整体回归 带大家来看看林友儿出演过的电影与电视剧 能唱能演的拳的女艺人 请问有谁可以不爱她 极限逃生 2019暑假热度最高的韩国电影 非极限逃生莫属 林友儿搭档实力演员曹真士 饰演大学登山社的前货辈 两人在现金中逃出生天 早后学的采访中导演也提到 电影里的动作戏 大部分都是由林友儿本人亲自完成 超敬业的态度 以及精湛的演技 也让林友儿再次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总理与我》 这部韩剧讲述韩国史上最年轻的 国务总理与冒失女记者间的恋爱情喜剧 林友儿在里面饰演八卦记者南多静 她一场误会与总理展开一段契约假结婚 多静的到来 让全绿家中开始出现欢乐的笑声 两人也渐渐互相吸引 到最后假戏争作 林友儿在这出戏中展现活泼俏皮的形象 让大家看到她的不同面貌 The K2 The K2是当年少有的动作片韩剧 剧中林友儿与池昌虚搭档 演绎政治纷争下的爱恨纠葛 剧中林友儿饰演一元私生女高安娜 她又是目睹亲生母亲被杀害 因此惧怕人和赏光灯 林友儿将高安娜本身的天真善良 与对仇人的憎恨两种面貌诠释的很好 让观众可以带入情绪 跟着高安娜一起展开复仇行动 机密同盟讲述 南北韩两方为追查在韩国的脱北犯罪组织 而进行秘密合作调查的故事 电影中林友儿全是没钱 失业却自行心十足的主角小姨子朴敏英 这种略显邋遢的形象与她平时反差很大 但在电影里却不会感到出戏 影片中贴合生活的演技也广受好评 目前电影续集预告也已经发布 集结原版人马加上新角色的出现 让众人都期待电影的新篇章 你是我的命运 在《自卫少女时代》出道后 林友儿与朴仔郑等人 共同主演你是我的命运 剧中林友儿饰演开朗善良的孤儿 剧中结合友情 亲情 爱情三方面全是爱的真正意义 自当时造成轰动 全剧收视成绩亮眼 林友儿也因此剧 获得第45届白响艺术大赏电视部门的 最佳新人女演员与人气女演员 原来大饭店 原来大饭店讲述七对情侣的爱情故事 其中林友儿饰演饭店中的电话客服人员 与江和娜饰演的就业准备生 共谱一段因声音结缘的浪漫恋曲 虽然在片中林友儿只出现约五分钟的画面 但她用完美的声音演技来诠释角色 让人感叹 果然女生的演技又更上一层楼了 我会给你研究一下 我会给你研究一下 给我研究一下